词曲 李宗盛 自小椰子的文章 女生被牙签扎伤臀部 没教养的人 再一次刷新了我的三观 一起来听 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 父母就是作画的人 白纸变成什么样 关键在父母 合肥的一个女生 和朋友去一家火锅店吃饭 毫无防备地落座后 和朋友开心地拍照 却在那瞬间 感到臀部一阵刺痛 女生觉得不对劲 在朋友的陪伴下 去洗手间查看 没想到 导致臀部被扎的异物 竟是一根牙签 店家马上带着女生 去医院打了破伤风筝 后来调取监控才发现 沙发上的牙签 竟是一个熊孩子 故意插上去的 监控中的熊孩子 拿起一罐牙签 开心地在沙发上 插了一根又一根 她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恶作剧 会给别人带来 多大的伤害 父母的不管教 让熊孩子 有恃无恐地作恶 丝毫不为他人着想 有人说 每个有恃无恐的 熊孩子背后 大多都站着一个 不可理喻的熊家长 深以为然 前几天 十九楼网友 白小喵C发帖称 一个阿姨带着孩子 去她朋友家谈事情 先孩子在旁边吵 让孩子自己去玩 结果呢 孩子进了她朋友的房间 拿起口红 到处乱画 柜子上 桌子上 手表上 甚至连女生 平时精心收集的 偶像照片上 都画满了涂鸦 所有的口红 都被弄断 一排彩色铅笔 也被小刀切得 面目全非 事后 她朋友在微信上 跟这位阿姨沟通 阿姨拿出了 万能金具糖色 不好意思啊 小孩子不懂事 当要求小孩道歉时 阿姨静说 不是没什么大事吗 回头啊 给你买点零食 做补偿 后来甚至 直接失去了耐心 出言侮辱 还是个学生 就用口红 指不定白天学生 晚上什么职业呢 看到这句话 我算是又一次 被刷新了三观 有这样的母亲 熊孩子没教养的行为 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她还是个孩子 你让一让她呗 小孩子不懂事 你别跟她计较 听到中国家长的 万能金句 你只能打碎牙齿 或血吞 自己默默承受 一切委屈 在家长眼里 孩子是天真的 无邪的 一切过错 都可以被原谅 然而你知道 孩子的某些恶举 会导致 多恐怖的后果吗 2014年 一个十岁的男孩 正在八楼屋内 看动画片 因为嫌 楼外施工的 电钻声太吵 就用小刀 将施工人员 身上的安全绳割断 2016年 一个七岁的男孩 和妈妈在地铁站 等地铁 嚷着要吃旁边 一位姑娘的鸡排 姑娘没理她 男孩生气了 在地铁快进站的时候 狠狠地把姑娘 推向了轨道 2017年 一个五岁的男孩 把两岁的小女孩 抱进电梯 按下十八楼 不让地出去 小女孩一个人 到达十八楼后 朝着电梯外走去 一脚踏空 不幸坠亡 我们身边 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着 这样的例子 都说人之初性本善 就像央视纪录片 镜子里的一句话 每个孩子生下来 都是一张白纸 父母就是作画的人 白纸变成什么样 关键在父母 太多中国式父母 习惯包庇自己的孩子 任由孩子 胡作非为 教养缺失 孩子在公共场合 摸了女生屁股 家长不但没教育 自己的孩子 反而痛打 被摸的女生说 你长得这么丑 谁要摸你屁股啊 孩子在飞机上闹事 对隔壁座位的 日本小哥 拳打脚踢 家长视若无睹 甚至后来 还和小哥扭打在一起 惊动了FBI 这类家长本身 就是中国式巨婴 他们说话处事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不会换位思考 没有同理心 他们的言行举止 就像一记烙印 深深地印刻在孩子的眼中 欣赏 董卿说过一句话 你想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 自己要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教养是一个润物戏无声的过程 之前坐高铁的时候 遇见过一次暖心的小事 我坐在靠过道的位置 中间坐了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 靠窗的位置是他的妈妈 看到小男孩的瞬间 其实我的内心是拒绝的 完了 熊孩子 这一路啊 别想休息了 出乎意料的是 小孩一点也不吵 全程都很安静地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看画册 我闭目养神的时候 听到小孩用很小的声音 对他妈妈说 妈妈妈妈 我可以吃饼干吗 他妈妈很温柔地说 可以 但是要小声点吃哦 不然会吵到旁边睡觉的姐姐 小孩就开始小心翼翼地 撕开包装袋 小小声地咀嚼饼干 快吃完的时候 我看见小家伙不小心 把包装袋掉地上了 撒出了点碎屑 他妈妈拿出了一包湿纸巾 让他自己把地上 和座位上的饼干屑擦干净 小家伙就蹲在地上 很认真地一点一点清理 什么是伸到骨子里的教养 也许用作家梁小生的四句话 就足以概括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一个有教养的人 懂得换位思考 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 不给别人添麻烦 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但只有学会为他人着想 这个世界才会少点力气 多点温暖 子贡曾经问孔子 有什么话可以奉行终身的吗 孔子回答说 那就是数吧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如果你要将什么伤害 惩罚加到别人身上 首先应该问问自己 假如让我受到如此待遇 我愿意接受吗 真正的教养是 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上 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 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 想好好问问熊孩子和他们的家长 如果是你 你愿意开开心心地去外面吃饭时 屁股上被扎一根牙签吗 如果是你 你愿意让自己宝贵的口红 偶像的照片被乱涂乱画 还被讽刺侮辱吗 如果是你 你愿意坐飞机被无限骚扰 看电影被一直踢一背 排队时被理直气壮地插队吗 人性的弱点中有这样一句话 只为自己着想的人是无可救药的 也是不会受到教育的 他们是没有教养的人 无论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在这个自私浮躁的世界里 愿你我能懂得换位思考 拥有根植于内心的教养 不知你是否有所感悟呢 欢迎在留言区抒发你的感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